他在蓝色方最大的问题是上路下格温一出 这个Counterweight甚至会留给中单 对于V5来说还是很头痛 这个Counterweight留在方普拉手里 两个单线的强势的选手 再加上他比较深厚的英雄 是给到V5的压力还是很大 不过这边拿凯南的话 其实已经是把上路那个线可以给稳下来了 哦 解斯拿下来 哦呦 再添一笔 是 这应该是本赛季第一次使用吧 对 第一次使用 他这个赛季英雄之后了 16个这个赛季算上这两场的高昧和 哦 我看不到头上是有一个炸弹的 哎 震起来 再回套 往后跑 定住 两边互换余震 李青松这个位置掉了余震以后 换血上来说方普拉手更亏一些 一波装备会好一些 而且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B剑如果往前压得太深的话 会给对方打野来抓 多省了一个TP硬要留在线上 看一下下落一波隔山大牛震到了AD AD这个位置挂上点燃后直接被秒杀 因为格温的存在 所以说方普拉手明确知道自己在下半区 是人更多的 还想来二次包夹 腰脊手里捏着TP 看到TP的一瞬间方普拉手全员后退 扛卡的小抱 W再行拉出去 但是Crispor被留到了原地后 刘青松先倒 已经能挂上一波来自来 这个位置的凯南落下来以后 好像作用并不是很大呀 没有帮PLUS的众人 哎呦 这一波 好困难 所以他知道你低身一定来不了 但这一波好像对卡莎还是有想法 刘青松迎照过来了 开始一个表情打招呼 这边二连连住 那卡莎也走不掉啊 硬TP下来可能也不会让方普拉越得那么坚决 上次定住了 这波很漂亮 黄南强已经摸过来 那小变子也被处理掉 哎呦 凯南给大家帮你听老眼 是直接定了变方一下 但是散先直接选了往后拉 对呦 这样很轻松 没有压力的直接就把小变子给拿下来了 还要超一波 一直能一直带过来 但一个火箭跳跃的判定已经出来了 哎呦 牛头绕过来了 刚才等一个报道果实 我那波想的是反正小变子 我守不了了 我要不试一试 大招看一下这波 先开大招 天一个大招直接回头 小天这波玩了一波 这个心理 起飞了 直接W往后跳 但进化解掉了对方的一个控制中 伤害硬灌死了林伟祥 刘建东跑到塔下去 因为防御塔的一个掩护 但上半区啊 这个下锅前锋怎么说 直接是把防御塔给带掉了 没什么太多的道理 因为知道对方已经来到了 一个二连 没大的牛 触发与阵 奥拉夫回头再来一个Q 减速帮扛塔给开普了人头 治疗再给上 这个Q没震起来 但是这波 越台也太出操了嘛 太出操了 太出操了 全是瑕疵 但不过结局总归是把 对方的辅助杀了之后 还有一个肚层拿到 后面兄弟们伤害打得有点乱 先看一下这波 冰箱起飞了 直接往后拉 大招给了一下 但没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走脸子之后的话 伤害硬灌 而且刘建东这波 毕竟有大招嘛 冰箱一清理完的话 他其实选择很不错 他在把冰箱卡住 不让进 然后你看这波 我感觉 第一型奥拉夫 没必要进来的呀 等于正完了之后 小冰清来之后 兄弟们再上 不行吗 那他是必走不掉的 这个位置 对 只能做有点小奇 落后已经慢慢把花鱼找回来 他其实并不落后于小炮的 对 而且龙团真打的话 其实是凯南这种英雄 乐鱼去接的 对 就要看一下凯南的发挥了 看一下这个TP一只 W赶紧跳出去 利用机制 落下来的 对于选择拉开 由头开启 逼的大招向后撤退 第一时间做了一部技能的交换 电能激荡 对于选择手里的三段大招 选空甩出来了 但是自己挂上点燃机的位置 这个一技能 实时上不上去啊 那只能是全员车队 闪现过来后 再次大量的人员 突上来后 五个人几乎秒掉了杰斯 这一波 威武打赢了这波团战 有点追得太急了 看一下上一波团 落地的冰地 位置不是很好 逼走AD 再击火这个冰地 冰地拉开后 看一下正面战场 主要是 这个四绿残留 用的比较早 刚一技能往后拉了一转 没有地方可以A东西了 他没有地方可以A东西了 导致他的一技能刷新不了 他正在想把这个副卡 我能不能把这个草坪 给踢踢一下 拖下去 来来看一下 这波 有选择直接抢到 这个位置 现在方法拉斯 如果硬打起来 阵容上是战列式的 一个大招定住以后 看一下开心自己的秒表 刘行松开出大招 狗熊的天生阵落 往下炮 但是Alice的进场 找到了刘行松 小炮是先带走了 这个对方到彭宰祥 杜云币这个位置 可能撤不出来 但Alice闪现能撤出来 杜云币 第三段大 穿出去 两边打了一波 一换一中单换打野 但是就是这波 你可以看到的是 确实V5的阵容更强 而且他们占据的 地形更好的情况下 FUN PLUS 硬靠操作打过来了 V5这段时间的作战能力 其实要比FUN PLUS 强很多 哇 林伟长这边 反应真的很快 其实在Alice过来 他想隔墙建两人 被林伟长 直接用大招给推开了 等于B这个位置的话 就等于是 卖掉自己 让自己最有趣 占据龙克的位置 各样的兵线一直在被消耗 然后你看 因为你的人员在 想看这个位置 找到了 要被秒了 直接被点满 上来以后 直接被秒杀 而且中二卡 在没人防守的情况下 光博拉斯找到机会 第一时间看到Univoy 在上路的瞬间 就把团开了起来 想动杰斯 邀机已经提前摸了过来 杰斯现在这个阶段 还没有闻到危险的味道 Univoy已经来了 现在二选一 找到 他真眼 换链子 但是这个 Nagoray怎么双波轮起步啊 看一下这波 方法怎么处理吧 先把龙激活 Alice在躲 前面一个洞察室 也是被发现了 位置已经是被 对应被也看到 Alice想直接走过 有点难 爆炸果是直接 落下来 Nagoray剩一个 对方的中央 做了一波 来这方是把龙给拿到了 但这边都把卡莎 掀到了一个情况下 这波正面可能 被我接不了了 黄南枪就散现往后走 但是被小炮跟过来 一枪点死 后续的话还在追 Alice空又一身技能 他好像没有用武之地了 凯南甚至连 大招加 闪现都没有用出来的情况 就是被追着 金深有机会吗 走了 金深也没机会了 那林温翔拿了一个 爆走的话 大龙 有了 那就 按金深嘛 其实他这一波 比对应PT开始 位置还要更好一些 爆炸果实下来 他就一直没想着往前走 主要是队友打完龙 就感觉是想提前撤退的 还是不够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兵线的一个处理 也不敢再去做 只上来打一套 其实这段时间 一旦大龙掉了以后 对于威武来说 这清兵线的能力 又成为了威武心头上 这个解不开的忧愁 心头的一根刺了 怎么办 看一下 卡在这个位置 小天的血量并不是很健康 Alice 小天 硬流 推推棒 电柱 Alice这个位置 但是小天能开启自己的大招 Alice反而是走不掉了 格温一段 两段的穿 看一下加速以后 直接是找妖姬单挑 但是追了个假身 正面战场 小天还没有倒下 李伟祥还在远处的时候 杜云毕一个人顶着 就跟着四个人 今生再交出来 上衣反被队友卖掉了呀 兄弟们 怎么你们上了以后 倒霉的是我呢 没想到吧 队友都太灵活了 那这样的话 还可以顺身再把 上路的二塔给推掉 推三木 上路的下路的兵线 又重新顶了上来 看一下 康夫拉斯这边 有点蠢蠢欲动的意思 那小天现在没有大招 但是没有办法拼抵防一塔 展现过来后一拍 李伟祥很灵活 拉开位置 还有一个小兵 三路的高一塔 军破 而且水晶的话 感觉威武也是不好防守啊 还想再打一波 马凯南大招没有好啊 对威武来讲有点难受的 插一下插一下 但黄巴金先不打了 选择直接抱担往后拉 大的一个兽负机 无限接近于10-0开了 看一下TP绕过来 威武想输死一搏 赖子这个位置 大招加闪现 又飞退 我烦呀 这个位置小天也大招拉开 但李伟祥第一时间过来后 艾卡西亚的暴雨 带走了对方的双人路 而正面战场上 拉格瑞也被留住以后 零换三的团战 威武成功找到了一波机会 小龙 而且这把小龙是有机会打的 但是 三路高地塔一破 看一下这波团战 凯南找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进场机会 虽然被推出去 但李伟祥第一时间 已经被打盘 而绕过去的瞬间 奥拉夫的一步 究竟能留住两个人 威武的集火目标 非常明确 大刻意的这三个 开魁勒又拿到了 这个大赏金 就上面把林伟祥 赏金上拿了 这把再度拿到 这对卡莎来讲 这种人头的一个 收益会非常高 手里再买了一个 苗表以及大红药 哎呦 下落这一波 是想抓了Live吗 已经在远离 家乡的方向去 进行个逃跑了 手里是没有TP的 怎么走啊 小凯南 一路北上 属于是不是 飘向北方了 多吃点兵线吧 没机会轻了 只能往后走 多拖一下时间 试一下 那对比赶快 这个人头应该是要 顺势拿下 直接拿了一个暴走 而且杰斯还有一个助攻 桑普拉斯现在 优势足够大 现在看一下 要怎么处理 这几路的比较牛 再见 这没办法 没办法了 最后的 桥头堡的高地 也被点掉 对于威武来说 现在面临的是 对方五个人的前推 是 UNIFY想找一波 BOK的机会 小胖直接起脸 两个黄鱼塔 被屏蔽掉 UNIFY这个位置 大招赶紧交出金身 但是卡莎倒下了 桑大翔回到 自己的泉水拥抱 我们要恭喜 FUNPLUS 暂时拿下 防守的宝座 是的 而且2比0 在他们对手之后 自己小分 也是积了够多 恭喜他们 暂时呢 他们的对手 V5 拿下本场比赛一个胜利 而V5 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的话 依然 没有名次的一个浮动 但是 连败的话 再加一场 对他们而言 还是急需调整状态 在后续比赛里面 再好好表现吧 是 还是再次恭喜一下 FUNPLUS 打得真好 选择比赛跟赛后数据啊 这场比赛其实V5 相当于上一场 在小龙的防守上 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 在多次团战里面打赢之后 是让自己脑 来到一个听牌的一个位置 但因为场上经济差距太大 难以防守对方的一些进攻 而且是在最后的团战里面 因为凯南飘向北方 而在野区作业的时候 曙光又被抓了一波 没啥问题 这可以凯南都敲麻了 这场MVP给到了刘青松 在这个赛季经历过 这个您身体原因的轮换 然后这个包括说 队伍的轮换以后 现在回到场上 虽然MVP次数不多 但这把的牛头 真是实打实地 给凯南上了一课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赛后赛访完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首先我们要恭喜方普拉斯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 是方普拉斯的中单选手 杜云毕 欢迎杜云毕 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方普拉中单杜云毕 欢迎杜云毕 我们先来聊今天的BP 因为今天其实两局 BP非常有意思 在第一局的时候 在最后一选的Counterweight 你是选择了刀妹这边英雄 也是这个赛系的第一次的选用 是最近偷偷有练的一手吗 你怎么看待刀妹 在这个版本中单位置上的 一个优势的地方 其实刀妹这个英雄 我11.14 那个时候改了嘛 加场了之后 就是后面练了很多 因为我们 都是当牛宝刀妹玩得比较好 我觉得刀妹练出来 可能到时候被摇摆 而且翔哥也会玩刀妹 我们三路摇摆 后面练了之后 发现11.15 我直接被削了 所以到集合赛 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用 反正练了这么多吧 翔哥肯定要用一把嘛 然后今天就选了 感觉效果还行吧 也是队伍当中 可以三路摇摆的一个选择 那选出来刀妹之后 感觉你打得非常自信 在19分钟左右的时候 对面是在中路 有一波四抓一 四个人抓你一个 当时你没有跑 反而选择裹刀和对面打 当时那一波 你是怎么去决策考虑的 那波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刀妹是 除了W刀妹嘛 然后除了都是那种肉装 科学家训手 然后我觉得 那个时候装备就挺好的 我觉得我不会死 然后就回头就反打 后面送了一波 还是对自己装备的 一个精准的判断 认为装备非常非常的强势 所以可以打 那再来到第二局的BP 第二局你们是 一选格温这个英雄 然后最后是拿给了女用 这个是今天就准备好了 要去摇摆的一个选择 还是临场你们做的一个考虑 格温跟刀妹 其实我11.13到11.15 至少练了 加起来排位 应该有100多场吧 然后包括什么 训练材什么都很多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选 然后今天格温 是因为我们刚好选到了 然后对面选了凯南嘛 他们可能觉得我们 他们以为是相当格温 所以后面就选了相当凯南 这样就给那个格温给我 然后摇摆 BP上有优势 然后上面就选个杰斯康的那个凯南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独音币真的是一位 非常非常勤奋和努力的选手 这份勤奋和努力 我想也是独音币可以一直以来 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比赛 因为也是我们CRISP 在LPL的出场 第四百场的比赛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 要送给我们刘青松的 希望他能达到 第五百 第六百 第一千场 加油 而且是要并肩作战 拿下更多的胜利 两位也是一起并肩作战了 很多场的非常要好的队友 那下一个问题 其实除了CRISP之外 在这个赛季的常规赛 其他队员表现也都很出色 所以如果我要给你出一个难题 让你选一下这个常规赛 队伍当中的一个MVP的话 你觉得会是谁 常规赛队伍当中的MVP 可能是我吧 我可能不可能选我吧 我选的话可能是 我会选林伟祥吧 因为翔哥其实 大家都知道 赛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打得不是很稳 但是他现在已经打得特别厉害 而且每一场比赛都很C很Carry 所以我会选林伟祥 也是给了翔哥很高的肯定 相信翔哥听到这段 应该会很开心和感动 那今天的最后的一个问题 因为常规赛现在目前来说 应该是可以锁定前二的一个排名 那对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季后赛 多云币有没有什么最想交手的队伍 我季后赛的话 其实最想交手队伍 可能是RNG吧 因为我们春季赛 输给RNG了嘛 春季赛决赛 春季赛我们就输给RNG了 所以这次想报仇 要把输了的再次的赢回来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FUNPLUS 在接下来的季后赛 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当然还有在8月8号最后一场 对上我们EDG的比赛 也是一场焦点大战 也希望你们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加油多云币 加油FUNPLUS 感谢多云币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以上就是我们赛后采访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换给结束戏